有很多人问 师父 我们可以陪着朋友去掃墓吗 其实如果你陪朋友掃墓 是不大理想 因为始终都是个人家庭的事情 如果你陪伴你的朋友去掃墓的话 可能性你的问题 会导致到可能不舒服 所以有些人 他陪了去 人又没事 所以这些是逼记来的 可是我们说还是小心的好 因为始终人家拜祖先 就是个人的问题 对不对 就是自己要做好给自己 可是你也是一片消息 也是陪朋友一起去掃墓 可是一般上也有小部分的人士 也是陪朋友去掃墓的时候 回来运气不好 所以这种东西也要看个人的运程 如果运程是好的话就没事 如果运程不好的话 就会有一些回来就生病 不舒服之类的 嘔吐这个现象 这种现象 时常都会发生都有 所以你们自己要注意 真的万一如果要陪朋友 真的没办法 朋友需要到你帮助 而且你也有一个好心的话 所以你自己也可以陪同 可是你陪同 你的身上一定要带一些佛牌 服装之类的东西 保护你自己 回来家的时候 就拿白米 白罗米 还有扁破 拿来冲凉 那么由头洗干净 整个身体 所以如果真的知道自己的运不好 或者健康不是很好 不是理想的话 就尽量避免 不要来的 陪朋友来消磨 不然的话 会令到你 就是说死人生病 所以自己要注意一下 等会给我的 击人一下 靠回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